大家好,我是爱鱼眼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明朝 1.2角色放出 双毛维古风少女 瞳孔颜色引发争议 画风突变 明朝官方发布场 惊喜车卡被吞 200新生邮剑领 玩家表示不乐意 明朝1.3上线双形态角色 新蕾式免费送 全新Boss登场 根据官方发布相关公告 1.2版本的新角色已确定 分别是折肢和香里奥 也就是说 之前推测的一男一女卡池是正确的 文本中提到的折肢 真的就是折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两位角色的立会情况 首先来看一下折肢 不论是角色的服装还是发型都很有个性 发型采用了上面双马尾 体部散发的设计 发尾部分选用了粉色和黑色的渐变渲染 瞳孔的颜色比较怪异 玩家那边争议挺大 整个立会的设计和前面两个版本有所不同 看起来非常新颖 又很怪 不知各位漂泊者对于折肢的形象评价如何 折肢性格比较腼腆 不善言辞 主业是画师 偶尔笨拙迷糊的他对绘画专注认真 有着不可思议的坚持与热爱 异能力比落春风 笔下画出的景象凝聚成形 幻画而出 栩栩如生的画面虽然短暂 却令人难以忘却 以上来自官方第二位角色为向李耀 立会和游戏中的建模没有什么区别 有一只机械手臂 相对来说还是挺帅的 有关向李耀的一些细节和铺垫 其实在游戏本文中已经有所体现了 作为荆州华区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向李耀平易近人 温和铭理 对机关研究拥有独特的见解与执着的追求 异能力 万象解明 万物在手中不断分裂 变化 重组 改造带来新生 这些新造物仿佛汲取自寻星 奇妙而美丽 以上介绍来自官方 这样来看 1.2版本的五星角色就可以确定了 男角色的流水可能并不会太高 但官方只要在技能 角色剧情方面处理妥当 相信流水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目前来看 还是双女卡池更香 预计很快就会有这两人的时机展示了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支持 明朝这款游戏出来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 中间虽然有着一些小问题 但是都被官方紧急处理 该补偿的也给补偿 总之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这两天官方出现一个比较大的bug 闹得沸沸扬扬 很多玩家都没有买账 各位漂泊者一起来看看吧 具体情况是在7月6号 一位漂泊者再发了一段视频 视频内容是他最近抽卡的情况 发现武器up18次抽居然没有出金 十连抽也没有支卡 这个视频出在明朝里可是引起先级渲刃大波 毕竟这可是直接侵占各位漂泊者的切身利益 所以这件事发酵很快 刚开始还以为这又是哪个水军在故意抹黑明朝 但是随着这位漂泊者拿出自己的抽卡记录和链接作为证据 而评论区的大佬也是用线下工具做了测试 发现证据确实是真的 但还是有部分玩家不信 但是随着相似的事件出现 另一位漂泊者抽到的卡卡罗莫名其妙消失了 抽卡记录可以查到就是没有这个角色 终于官方也是回应了本次事件 说是国内服务器硬件故障 出现网络异常波动问题 导致部分玩家的数据被回溯 出现了抽卡进度被重置 获得的角色道具为正常发放 官方定位到一共有3181位漂泊者受到影响 每人补偿200新生 但是很多玩家并不愿意接受这个补偿 因为只有受到影响的玩家才有补偿 没受到影响的反而不乐意了 一点一下半场里卡池即将开启 还未抽到惊喜的小伙伴可要抓紧时间了 如果想要抽长篱的话 玩家大约还有10天的时间 清理地图宝箱完成活动 相关任务来为常理斩驾转 除了卡池信息外 收集了一些有关1.2到1.3版本的前瞻消息 具体内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有关1.2版本卡池的安排 目前的说法为向里要加折之 按理说应该新增一位四星角色 但具体的安排还要等下测试符的消息 另外有关赠送雷C的说话 有玩家表示很有可能是之前解包出的雷属性漂泊者 而不是一个限定角色 这样来看的话就说得通了 毕竟明朝刚开服 直接送限定角色有点太夸张了 而且也没有理由送 所以增加雷系漂泊者还是很有可能的 有关雷组的上线时间安排 预计会稍微晚一些 毕竟暗组刚上线 速度太快 玩家的体验可能会略差一点 不如慢慢打磨 长线发展 然后再来看看有关1.3版本的消息 索爱人的标注名称目前有很多中 在英语中被称为转世者海岸守护者 同时也是黑海岸派系的成员 最主要的是 根据舅舅提供的消息说明来看 索爱人很有可能有两种形态 预计最早会在1.3版本上线 另外 还有一个很早之前被翻出来的BOSS掉落材料 速海至今应该会在1.3版本上线 预计会成为新角色的深海 所以在龙凤之后 官方又安排了深海系列的角色吗 感觉还是很有心意的 这让我想到了之前游玩家自制版本的 明朝版战双抽卡界面 不知在明朝的设计中 能不能有上图这类角色的设定 个人已经开始期待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